好嗎? 好嗎? 來這裡創啥? 世界上觀念要改是很困難 無論對不同的種族、軸軍 還是文化觀念 還是教育觀念 你們自己的環境 要到新的環境 就要不要聽過台灣民政府 這個觀念 應該說是全部 來到台灣民政府以前 那個觀念和民政府的觀念 要隆重改變 真的是很困難 一個人的觀念 要改變 要改變 實際上不容易 我跟我的太太 在戀愛的時候 我是高砂族的 我是高砂族 真的困難 四十幾年前 你幾歲 不是 四十幾年前 真的是年輕 真的是年輕 所以 要改變這個觀念 一樣 一樣 一年輕 我生了第一個人 我生了第一個孩子 這個我的岳父母 他是三個人 看到我的女孩 看到我的女孩 反而的女孩 也是可愛 反而孩子也會可愛 這就是不再看過 郭瑟族 原住民以前的背對貼在這裏 一樣 原住民 郭瑟族 以前不再看過背對 都是互相仇恨 因為教育制度之下告訴我們 煩惱是出糙的人 好 既然把我當作吵 我就給你看 這個是人性弱點 你也激他 會做出不一樣的動作 一樣 日在北部 今天還是一禮拜開始 慶祝母親節 非常辛苦 這個時候我們 我們所有的男人 為我們隔壁或是所有在座的媽媽 還有阿姆 還有不管是做祖母的 我們拍手讓他們非常辛苦 我們來做鼓勵鼓勵 雖然我們民政府沒有什麼鼓勵 但是我們自己心中很清楚 我們是為了要達成讓台灣人民能夠更大的福氣 很大的福氣 就是對台灣民政府 但是以前還沒到民政府以前你的觀念 還是你的背景 你參加那個台灣民政府 那是詐騙集團 天方夜譚 哪有可能 要拍到國民黨 中華民國 要掛出台灣 哪有這樣的天方夜譚 大部分的台灣人 特別是第二代的中國人 修想給你完全的更正更改 我姐夫是遼寧省 我們談到台灣的前途 關心台灣 然後談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你沒有顛覆中華民國 是叛亂組織呢 我說姐夫啊 你憑良心 你是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薪水 還是零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他沒話說 因為他也知道啊 不是中華民國給他的 他知道說 這個當衛官 因為他職業軍人 會看到說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給我的 因為從 在七十年前 來到從中國逃亡到台灣 台灣 他們不認為是逃亡 他們不認為是 台灣不是他們的徒弟 他們認為說 我們就是勝過八年抗日 這個時間 抗日八年的這個期間 我們已經勝過這個日本了 所以才有光復台灣 什麼是光復台灣 是你跟台灣一起作戰 然後打敗台灣 才算 而且是台灣是 你原來的土地 然後被別人統治去了 然後你在跟台灣的佔領者 跟他作戰 然後得勝了 戰勝了 然後你在收復你原來失去的台灣 叫做光復台灣 叫做光復台灣 但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裡面說 這樣清清楚楚 中華民國 不是真正的國際所承認的政府 他是 多忙的政府 多忙的政管 那我們過去有聽過嗎 你還沒到人物 還是你還沒人物 台灣民政府以前 還是你還沒到初級班 現在今天這個高級班 你沒有聽過台灣民政府之前 你真正了解 中華民國是多忙的政府 又是國際不承認的組織 不承認政府 你沒聽過嗎 有沒聽過 有 我講太長了 簡單來說 你還沒聽過台灣民政府之前 你還沒進入到台灣民政府之前 你了解中華民國是逃亡的嗎 有的了解 有的年紀 比較關心台灣的 會有一些的觀念 但是90%以上 幾乎 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 我是沒輸 我很清楚 台灣 我們特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非常關心台灣的前途 但是走不對路程 請求我們必須定說 嚇不到半間 你知道那個蒼蠅嗎 秘書長常常形容 這一隻蒼蠅是 他看的全部都是白的 或者是透明的玻璃 他想 哎呀那邊也可以路 那邊有路線可以飛到那邊 結果一碰到是玻璃 撲下來 然後又飛飛飛到那邊 看到玻璃透明 以為是呢 那個是路線 結果撲又掉下來 所以他已經 他已經 迷失在這個房間裡面 今天我們一碰到 就是這樣 對 中華民國 無限的真親的色彩 即使你認識 中華民國是流亡的 但是我們你了解多少 流亡的來到這個地方 是永久佔領嗎 都沒有人是 陰陰救救 占命台灣 還是台灣是熟 中華民國 我們的人物嗎 我們沒有聽過 對嗎 從來沒有聽過 是你參與台灣民政府 你參與聽過台灣民政府 覺得說這一條路線 應該可以走出去的一條路線 一般的台灣人 如果是聽到台灣民政府 那可以掛出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 都問到台灣 不可以援救 站在台灣 我做的譬如 我做比喻 假如我逃往到你家裡 說老闆救命喔 我生活不好 或是被人追殺 因為你的愛 烈跳躺 保養我 你包容我 然後我就到你家裡 被你養護照顧 然後你一塊 那麼多的土地 然後告訴我說 欸亞婦 你負責這幾塊地 照顧它 幫助 讓這個土地 能夠更成長 這樣照顧 照顧 訪管 或是 讓你 幫助我的生活 這樣到三十年 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 之後 我都沒有人 可以說 這個土地 所有管 我也有管理 我跟你 老闆 也是有管理 決定 你 本來 所有管 的土地 有管理嗎 我 都沒有人 有管理嗎 有權利嗎 可以跟你一起 決定 台灣 或者是決定 你自己的土地嗎 根本沒有權利啊 都沒有 在中華民國 就是這樣啊 來到 都沒有到台灣 將來台灣 去受到 美國 訪管 像管理管 只有管理權 管轄權而已 你沒有擁有權 擁有權 就是在老闆 那我們不知道老闆是誰啊 一般的人說 啊 台灣土地 一般 一般台灣人民說 透過選舉 來改變中華民國的體制 然後 看見 我們奔透台灣人 出頭地 我們愛台灣 疼台灣 都是走錯路 都是不對的路程 因為 以為說 有權利 你看 我們都沒有人 可以跟 奔透台灣人 決定 台灣的前途嗎 會不會 本來就不能啊 本來就不能啊 怎麼可以 逃亡的人 怎麼可以有權利 決定台灣的前途呢 今天卡在這個地方 中華民國 透過 透過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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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來選 民進黨 還是 台南黨 還是 顧和黨 還是 什麼黨 來打賭 國民黨 這樣好嗎 台灣人 好啊 選舉 好啊 江東 到六目 我們做目視 也是有 對阿比 第二人 選舉 我們也去那邊跳舞唱歌 也幫助鄭國中 他是牧師 他以後就當立委 我們也幫助他們去跳舞啊 唱歌 我國所作唱 蠻好聽的 請求你們嘛 也是 可以唱 所以這樣的狀況 我們清楚嗎 沒有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前 這一些的 那麼多的複雜的問題 一清二楚嗎 我還沒有來到台灣民政府 也是一樣 不清楚 所以我敢講 你真的是有福的人 這樣鼓勵下去 我們鼓勵自己 好嗎 為什麼會真正的有福 頭一個 可以了解 中華民國是 多望 違背 國際戰爭法 第二次 我們的秘書長 透過秘書長夫人 二日七 二月二七 是我們台灣的時間是二日八 二月二十八號 第二次 控告美國 控告美國 然後 然後 因為 你是 把中華民國 這個蔣介石集團 載到 用 軍艦 從中國 載到台灣 你是 始作俑者 然後 你委託 中華民國 這個集團呢 造成我們台灣人民的 財 財 生命 都損害 一干二斤 你看看 二二八事件 經口臉 有的二二八事件 我們 年輕人 不聽鬼啊 像年紀長輩的 我們在座的年輕人 你們知道一些二二八事件的嚴重性嗎 他們把那個 基隆河啊 有一排 全部綁起來 屍體喔 還沒有屍體之前 全部都綁起來 然後 手指頭都把刺啊 都流血都 也在水中爛掉呢 摳點已經在那邊好幾個晚上 然後 一撈起的時候 全部屍體都撈起來 一個屍體撈起來 全部屍體都撈起來 因為都綁起來嘛 所以 你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沉下去 那當然就跟著其他的 被綁的也是沉下去 就這樣淹死啊 不只是這樣可憐 非常淒慘的 強姦婦女 刺殺孕婦 這些我們 這樣看起來 我從來沒有聽過 從來沒有看過 是我來到明政府上課 然後 我為了預備一些的 課堂的內容 我這樣翻開很多的 一些的歷史真相說 哎呀 才真正知道 台灣的歷史真相 但是要改變這些觀念 你要跟一般的台灣人說 他們也沒有現金相信 你自己變的啦 我沒看到 那整個的這些的困難 他們不清楚 那所以我們參與 來擴建 而且是把我們台灣民政府 能夠進入到台灣社會 改變台灣社會 能夠我們等待第二次 我們秘書長夫人 還有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的代表 控告美國的時候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他們美國的法律程序是 要當控告原告控訴以後 能夠為兩個月之內要答辯 所以三月三十 收到 然後法院 判法院就把訴訟交給 三月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所以在三月三十號 他們收到以後呢 流亡政府他們收到 並且那個訴訟狀的信封 拆掉 然後又貼 然後又推薦給美國 在美國的法律程序 這個是真的是要不得是 偷雞摸狗的 違背事實的 然後又推薦 你打開你可以收到 好我要什麼時候向美國法院答辯 都沒有啊 推薦啊 推薦 所以 書記官非常生氣 他就確定 五月三十號以前 讓中華民國做答辯 假如沒有答辯的時候 法院就可以 在美國的法律 法院程序是 你既然時間到了 你就要答辯 你沒有辦法答辯 由院方自己來 單方判決 但是因為 可能預備的一些程序 我們秘書長說 好我們可以延到 六月十七號 預備 跟中華民國辯論 或是一些答辯的訴訟文章 內容 會再交給美國法院 欸 全世界 全台灣 有人這樣控告美國嗎 沒聽過嗎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是你來到台灣民政府才聽到的 你看 你看 本來是 在第一次控告美國 2006年10月24號 我們秘書長第一次控告美國的時候 那到2009年 6月17號 就要答辯 因為當時美國國務院 這是政治問題 所以撥回 我們秘書長的 原告內容 結果 收到答辯以後 美國法院說 這不是政治問題 這個是法律 真正的法的事件 是真相的事件的問題 不是政治的問題 所以你必須要答辯 最後 美國國務院 在2009年 8月7號 7月8號的時候 就放棄抗辯權 放棄抗辯權 就等於 已經投降 原告著的所有的訴訟內容 因為轉台灣 本來是國家免訴權 本來是國家免訴權 但是秘書長很聰明 用人權來控訴美國 第二次控訴美國 是用戰爭法 而且中華民國是違法 而且中華民國是違法 不但 不但 這個不是事實 而且 它強迫 已經違反了 戰爭法的一條 你 政府者 你佔領者 不能強迫 當地的人民 生命跟安全 甚至於歸入 你的 敵人的國籍 等於本來就是中華民國 是我們的敵人 怎麼可以把 全部台灣人民 歸入到中華民國 所以第二次控訴的時候 已經違法了 那而且中華民國是違政府 是消失已經流亡的中華民國 然後不但 已經背叛了戰爭法的這一條 那也讓中華民國 他覺得說 我可以就地合法 讓清楚 戰爭法的兩個鐵則 我們重新再背一次 第一個是 佔領者 不得什麼 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什麼 就地合法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想要 用民族選舉 讓台灣人民都一起選舉 表示說台灣就是屬於我的 台灣人民就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 就可以直接就地合法 民進黨就是這樣 蔡英文說中華民國是台灣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已經完全違反了 戰爭法的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這樣論中的法理的觀念 從初級班到高級班 甚至於你們過五關的時候 常常會複習 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觀念 沒有常常複習 一次兩次 這樣不記得 第三次第四次 不繼續研究 這樣也是不記得 因為人的頭腦不完全 對不對 你一次兩次背得很熟嗎 你過去在年輕的時候 背得那麼多的百分之百的一些數字 你背得熟悉嗎 不一定 因為人的頭腦和 我們在百分之百 武漢是有限的 有漢 所以既然有限 我們就常常複習 所以秘書長 我們中央 常常要我們來到中央 來學習 一直繼續訓練 因為這個觀念 關鍵性就是 你不得不改變 你過去對中華民國認知的觀念 成為真正今天台灣民政府 訴說的 露述的台灣真相 而且依照中華民國流亡這樣的政權 是違背戰爭法 那現在是依照整個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馬關條約 救星商和平條約 這麼多的條例 我們最最要研究 複習複習複習 所以這樣我們的觀念 才會慢慢的調整 所以真正的觀念 你必須碰到事實 才會改變你真正的觀念 四十多年前我們年輕 高砂族年輕來到都市 探集為了教育 還是為了生活 常常被平地年輕人欺負 當然也有高砂族也會欺負平地青年 沒有好相瞭解 沒有互相瞭解 而且誤解 在誤會衝突 然後爭論 爭論甚至完結 這些都是在中華民國教育制度下 活在今天台灣人會悲哀了 我在大福初中苗栗大福 都是學家人 講學法 他跟我講說 我坐在這邊 然後我坐在那邊 然後那邊的女同學 過去一點過去一點 一直把我擺來擺去 我氣得要命 你們再繼續講 我就殺了你們 哇 這個原住民真的要出燥 氣得要命啊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教育制度下 彼此相恨啊 但是今天我們真的了解 台灣的情形 台灣的歷史 就是透過我們的秘書庭 成立 依法 在美軍政府之下的成立 台灣民政府 這樣的組織 我們今天才有 真正進入到 唯一台灣的活路 假如繼續 讓中華民國繼續流傳下去 民進黨也讓中華民國 體制下 繼續存活下去 台灣人真是悲哀 真的是悲哀到什麼程度 你看我們 工作 1988年 1989年 1992年 環瓦土地運動 有阿捏第一任的主任委員 流亡政府的原住民主委員會 第一任委員 我跟他在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一起同工 然後我們也設計黃瓦土地 我也是主謀之一阿 所以有的人說 牧師是怎麼參與政治 牧師是怎麼參與社會運動 問題就是 那些人的行為土地 原應背景就是 那個 原住民國師祖的土地 都是保留地阿 都是保留地阿 什麼是保留地阿 什麼是保留地 保留地就是 不是你的啦 是像你講習保留 讓你保留哪點 是給你保留 暫時你自己使用 我們國師祖既就五千六千年以前 還是萬幾年以前 早就已經在台灣了 怎麼會讓中華民國才七十年 然後沒收我們所有的傳統領域 土地 然後不但沒收 財團也讓財團進入到山上 破壞了整個環保的問題 你看我們整個在山上 住了幾千年 有紅台嗎 有啦 但是不會像現在 那麼多的土石流 為什麼 我們參與阿扁時代的時候 林務局 還有在整個的討論 在中華民國 來到台灣 他們所到法的森林樹木 我們就要求 營建署 請你們公佈這樣的規定 本來不公佈 所以不公佈 我們高砂族原住民不參與 我們就馬上離開 他說好好好 牧師啊不要那麼快生氣 結果下個月的 我們第二次的開會的時候 就拿出資料來 這個資料呢 有六千公頃被倒法 六千公頃 六千公頃 而且一千多年的大塊樹木 塊木 雲苟基 松柏 那地質學家說 你只要砍一千多年的大樹木 以後 四十五年以後 它這一塊樹木被砍的這個樹木的根 會枯乾 一旦枯乾 颱風下來 就會吐石流 所以今天 所有的台灣 為什麼吐石流 好像是為了 為了經濟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種 當然我們也不能怪 因為這個為了經濟 但是很多地方都是種 檳榔樹 這個檳榔樹才是沒有扎根的 這個可憐 所以整個這一些的中華民國腐敗的這一些 那麼多的事情 這樣去查資料的時候才發現 嚴重到極點 所以唯一就是要掛出中華民國 這樣好不好 你還沒有完全了解 所以你們的反應還沒有那麼激烈 只要你參加幾次的訓練 專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中華民國的可憾到極點 那因為生命財產都被損壞 就在七十年的教育 七十年的環境裡面 還好因為有國際法戰爭法的規定 征服者不能移轉主權 意思是說 台灣不是你的啦 美國也不是美國的啦 美國是只有這名字 主要的佔領全國 究竟上和平條約二十三條 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那流亡政府 流亡的中華民國 也不能就地合法 不能就地合法 你看西藏 達賴喇嘛 他們不是逃到印度嗎 那都是難民區呢 他們不能參與印度的選舉呢 他們也沒有辦法掌控印度的選舉 今天這個中華民國完全掌控了台灣 因為除了二霸事件的時候 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 濫殺無辜 所以我為什麼會用紅胎來做譬如 今天這個流亡中華民國 我們看看紅胎 可能這個明天後天 也不一定紅胎會進入 或是邊邊來看看 那我們看它的威力 紅胎颱風的本性 它的本質是專門破壞 讓當地的生命財產都損失 而且讓人民恐懼 而且壓榨了整個的土地 所有的農產品 整個生活都動盪不安 土石流代號性獨流台灣 假如說那個地區 碰到颱風的時候 去年前年還比較少颱風 過去十幾年 幾乎每一年至少四次 五次六次紅胎啊 但是颱風的時候高砂族很厲害 颱風如果在小的時候 颱風的時候 我們還下去河邊拿魚 然後拿鰻魚 一般的平地 再看看有沒有家裡屋 屋頂有沒有破損 高砂族 少年人跑去河邊 因為都沒有什麼肉啊 只有青菜 只有野菜啊 要抓魚肉不容易啊 像紅胎那時看著魚 所以我們小時候 紅胎的時候 趕快起來 我們下去 三四點就下去 我下這雨呢 那這是不同的環境 那有時候 那有時候就改變路線 有這個把所有的路線都 因為土石流崩塌 土崩這些都會 我們的路線就會改變掉 它無孔不入 這個就是真正我們一般的生活 就被它改變 本來習慣性的生活 因為紅胎了 都不方便 不過有的人說 紅胎比較好一點的是 清掃了 把所有骯髒無愧的清掃 都清到水或是河邊 那今天中華民國 跟這個紅胎有什麼關係 這個颱風眼非常厲害 這個是在一般 我在威記迷百科全書摳出來的 那一般的這個 只要是每小時118公里 這個已經非常大的颱風了 那有的連三十幾公里 四十幾公里 七十幾公里已經很大的颱風 那一般的都是在七月跟九月 那這一切的紅胎呢 就像假如一個中等強度的颱風 所釋放的能量 相當於上百個金彈 或十億噸黃色炸藥 所釋放的能量的總和 哇 可見真的厲害 那也會震動了大地震 這些都會相關聯 所以至少造成死亡人 五十萬左右的人 在全球的自然災害死亡人數 佔了百分之四十億 這個真的是比地震還多 那我們先看中華民國 你們可能有看過 但是我們再一次的複習 一九一二年 一九四九年 在南京中華民國 成立的時間 三十七年的時間 然後就中華民國去消失了 不但是消失也是應該是滅亡 但是因為美國看待也看顧台灣人民 所以防備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侵入到台灣 所以正好那個機會 本來美國親自要佔領台灣 是因為看見中國國民黨被打敗 所以他透過這個打敗的人 來堵住共產黨 不讓他們進入到台灣 所以就美國 所以就只是委託而已啊 基督教的董事 是受委託的責任 但是一般台灣人成立 你們成立公司 你們自己的財產 會成立有董事會或是理事會 那是你們自己的財產 有多少的股東 股東多了 你當董作 副董作的機會多 但是基督教呢 不是 因為基督教的所有 醫院啦 學校啦 教育啦 這些都是因為 起初最先是 外國人支援 我們當時一百多年前 衛生教育 極差的台灣人的時候 基督教就進來了 台南的馬雅各一百五十年前 所以今天長老教會 慶祝 這一百五十週年 有他的道理 所以馬雅各他是一生 把最先進的 西方的 進入到南部台南 然後過了七年 等於算說一百五十年 減七年 在一百四十三年前 馬 馬街博士 從加拿大 先從台南 然後到淡水 那到淡水 那邊建了 學校 然後有 真理大學 今天的馬街醫院 所以馬街醫院 台北的總院 中山北路 然後淡水的分院 然後台東的分院 然後新竹的分院 所以最起碼有這個四五個 馬街醫院 這都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財產 然後有新樓醫院 台南 麻豆分院 然後彰化基督教醫院 也那邊有很多的分院 員林 路港 南投 這些附近有十幾個 所以整個那麼多的財產 最先都是外國人資源 所以我們選招 選擇了董事會 讓董事會 來用他們的才華 經驗 智慧 管理 讓這個營業上能夠更進步 所以這些董事呢 不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他們沒有財產權 他們只是受委託而已 所以受委託的管理 當然有限制 我們張老教會就最多九年 三任 一任三年 最多九年 然後就換另外的新的董事 不要讓董事這樣繼續下去 萬一有一些人性的弱點 也會貪 多多少少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基督教的董事會是受委託 他們沒有所有權 今天是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就是收到美國的委託 他沒有財產權在台灣 他可以動用 他可以幫助當地人 然後有福利 當然他可以使用 但是今天是中華民國 所有的金融機構 掏空的掏空 然後有那麼多的一些錢財 然後掏空 掏掉的掏掉 將軍掏掉的掏掉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一些資料 整個台灣人民苦哈哈 大學畢業的二十二K 二十三K 我之前看到以為是二十三K K金呢 原來兩萬三 如果聽得一千塊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看看 回到前面的中華民國 他的本性 那為什麼在中華民國認為說 這個是他們自己認為是合法的政府 因為馬英九認為說 台灣是他們已經在邊統治 在邊管理那麼多年了 而且人民也接納中華民國了 這個就是台灣台灣的悲哀啦 台灣人民一巴掌的人 也是接納中華民國 繼續選擇啦 所以繼續選擇 他們想要用選舉 來扳倒國民黨 有可能嗎 有啦 你有那些賄賂會選 有可能會扳倒幾個席位啦 但是整體上 可以打倒國民黨嗎 在中華民國 在中華民國 體制下 你可以打倒中華民國 你打倒中華民國 你就是叛亂組織了 假如你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來打倒中華民國 一定會馬上被抓 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是我們的新政府 按照戰爭法的規定 要在美軍政府之下 成立平民政府 本來就是這樣 美國也是有 把那個蔣介石講得清楚 所以本來蔣介石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結果台灣民政府他改為行政長官公署 最後就變成台灣省 李登輝總統的時候 本來要廢省 美國不承認 不同意 所以才動省而已 凍結這個台灣省 因為這個台灣省 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當然跟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沒有關係 所以也就要本來 軍事政府要成立 蔣介石本來要成立 他不要成立 他就成立了警備總部 專門抓人的 當過兵的 當過官的 一聽到警備總部 嚇到要死 這是警種 這是警種的 這個都是很怕 這個兩個架構 本來就是台灣民政府和台灣美軍政府 這個美軍政府就是他等於代表了整個 美國的國防部裡面 然後來幫助台灣人的生命跟安全 財產的安全 因為這是戰爭法的規定 你是主要的佔領者 你要保護當地人的生命 所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直到現在為什麼有第七艦隊 在台灣海峽 在台灣海峽 在那耐耐耍 在那耐耐耍 不是耐耐耍 是保護保護 我們台灣 我們人的生命 不讓中共中國進來 這個就是已經那麼好的生命 財產 這一就是我們 今天這個大戰 總控 所以我再回到 這樣的成立 到最后就我们看看 刚刚以为说首都原来是在南京 后来1949年的时候 他自己蒋介石率领流亡集团 然后成立了中华民国 李中仁总统那时候 但是他没有来过台湾 哪里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没有在台湾的 他表示他一定有跟蒋介石 有一些什么隔膜的 那他自己蒋介石自己自行宣布 把中华民国的首都迁渡到台北 然后他自己想要变成 他是最高的领袖 但是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台湾人精英有流过学的 当学校台大医院院长 那整个这些的领袖 在二二八事件杀了15万多人 那这些你看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碰到不合法的中华民国 那联合国在联合国里面 也否认了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这个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的流亡这个政府呢 他也被逐出了联合国 所以真正代表中国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决定 把蒋介石集团逐出联合国 所以联合国就那时候就否认 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所以这些消息 这些的真实的事件 没听过没有 没听过没有 我也没听过 只有来到民政府的时候 才听到 才知道这样的消息 所以我说 你真的是有福的 你参与台湾民政府建构 新的政府赶出中华民国 让台湾百姓得到更好的福利 因为你的参与 你的奉献 你的付出 你真正 虽然有亲朋好友 跟你一些的调侃 甚至讽刺你 哼 你去了 这样我们的冠冠 到今天这一集 也说为了你到台湾民政府 关系就把它截止掉 哇 口脸很高 所以你们真的 受到这样的歧视 你们真的很勇敢 所以勇敢的生命 才是看见你们的福气 所以我们今天的福气是 为了台湾人民着想 所以参与了台湾民政府 所以高级班完毕 你真的要继续做 为了台湾百姓 你必须要参加过五官的关卡 其实也没什么关卡 你只要参与 你只要参加训练 你付出你的时间 财力 然后大家一起建构 台湾民政府的更茁壮 早日执政 那个就是秘书章所讲的 我们都是革命 什么 先行者 大家一起讲 革命先行者 对吗 革命应该是流血 不变吗 不变啊 因为我们的秘书庭 给我们更清楚 不必流血 非常简单 用币 用法理 就可以打倒了中华民国 而且 秘书庭厉害哦 厉害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 控告美国 牵动美国 然后 叫醒 日本 然后也牵动美国 所以美国也牵动日本 日本也牵动美国 所以我们每年12月 为什么参加 日本天皇的 12月20号 他的生日是24号吧 还是只要忘记 对不起 那每次参加 我们在座的童心 有参加吗 在12月的时候 平常12月20号 那到2324 23号就进入到日本天皇 庆祝他的生日 那就是说 告诉日本天皇 我也是列成名了 其在1945年9月2号之前 我们的周先 早就成为日本天皇的成名 所以我们是日本天皇成名的后裔 也是日本台湾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独立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有权都在日本天皇 你怎么会有独立呢 而且美国占领台湾 你要独立 你要告诉美国 我要独立了 你要独立的话 包括鲍威尔还有莱斯前任国务卿 美国的 独立 公投 意味着战争 那当然了 因为 流亡的人 跟人奔透台湾人 为什么当座 宣告 这些都没合法 都是违反战争法的 然后他强迫我们台湾人民 归入到中华民国 这也是一个违反战争法 所以第二次控告 我们就等着美国法院的判决 所以秘书长说 我们会早日执政 那执政之前 当然要训练 接班执政人员 或是公教人员 我们在座 都是有预备储备 这样的人才 所以必须参与 这样可以藏住吗 继续藏住吗 会吗 还是现在阿伯没清楚 还是 还是磨磨蹬蹬 好 这样 没关系 那样累 这样休息十分钟 好吗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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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们阿米斯的同胞也在这边了 他很会唱歌相信你 好 我们继续 很辛苦 真的 不曾做过那么多小时 好几个小时 能够继续 来研究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实际上你已经付出了 你生命的价值 你是生命的代价 价值 就是你真正付出 你是为了台湾人民 台湾百姓 你是为了整个的社会 真相求真 这个不容易 世界上不太容易 不容易很困难 但是因为有困难 要突破 那才是真正的 你付出了你的生命 所以 你看我们也看到 一般薄抓 有时候把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覆面了 你看到 占好 参綠 先秤先奏 竟然坐好 burden 然后 又给你公教 用公教人员的职位 很简单 再一般来说 是 要当公教人员 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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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后 才会被选上 而且你知道吗 整个的 组织整个的政府机构是几%是台湾人类 几%是国家众类 但是有没有保证?不一定 看你的实力 什么实力?有两种实力了 第一个是你真正的实力 第二个实力是你人脉的实力了 都是官官相互啊 这就是中华民国啊 所以你只要这个讲戒时的太多的话 你就有福了 你没有,哪儿都没有 害羞想进入到公教人员 我本来不知道 在山上有副理长 卫生所的副理长 你必须要掏30万到50万 你才可以担任副理长 确定 确定 老师也是一样 你没有教育学生也没有用 这样要改吗? 要改吗? 要改吗? 要 不能说要改嘛 只有是谁能够改 台湾人政府 台湾人政府就是力挂啦 这样好吗? 就是力挂嘛 就是我们要参与 连根八草 把所有中华民国 全部 让他回到 平平稳稳的回到 金门马祖了 不是金什么冲和马什么酒 金马 怎么那么巧 只有到那边才享受 好,你的18% 你不换身份证 你还是持守这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你还是乖乖到金门马祖 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国的嘛 不是有前些时候 大学生 然后有几个马祖的人说 奇怪是怎样 我们的passport passport是怎样放在中国 我们是台湾 是怎样 不能放他的passport 放在台湾 是China Not Taiwan 不是台湾 但是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人说 本来就是这样啊 以前金门马祖福建省啊 福建省是台湾啊 不是啊 福建省是中国啊 当然你的主持是中国啊 所以金门马祖 本来就是中国 这本来过去到 到现在啊 后来那个 好 我去跟那个外交部谈 这个 有没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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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 那里面有你的护照是什么 护照是真正一个国家 独立主权的国家 才有护照 才有passport 你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 你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 你就用你要出国 你就要代表passport 你是什么国的人民 代表passport 今天这个中和民国是绿色 绿色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自己送自己啦 是美国为了台湾关系法 让台湾人民感觉到说 也有些的旅行自由啦 给你 给你passport 乖乖 是怎样 流氓政官 中华民国 选过他们的总统的时候 资人意见 也是要接到 欧巴马 美国总统的赫殿 这才可以就任 为政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为什么 洪三军阿贝第二任的时候 洪三军差不多三五十万 为了是要强迫 陈水扁下台 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嘛 阿贝也不是中国人 他们强迫啊 哎呦 这个两颗子弹 我还可以灭造的两颗子弹 好你试试看 我先射你肚腹 然后这个当做你自己的围造 那你狗的人 最后 他还是等待 美国总统的赫殿 所以在那边闹来闹去 那还好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们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就公告说 好陈水扁当选资格 所以才有美国总统赫殿才有就任 所以passport 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他们的passport 在我民国 不是真的passport 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你有没有听过吗 5月30号没有答辩 或是6月17号辩论 最后的美国法院判决 我们非常相信 因为是 中央民国是违反战争法 违反强迫世界人权宣言说 人民有自由 但是他强迫我们 而且是集体强迫 所以我们控告这样的条例 用人权宣言的15条 我们的秘书长夫人这样的控诉 所以一旦判决 美国一定会听按照战争法 国际法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身份证了 没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一旦没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passport还有吗 同样没有 那一旦没有 中华民国要去哪里 是不是我们的时代 是不是我们的机会 是不是你我大家的机会 是不是 有的还没有那么信心 因为第一次听到 没关系 第一次听到没关系 第二次第三次听到 以后 这样更了解 没关系 我也不能强迫你 要听我的 我只是把事实 属性 告诉你们 所以 那些改变 那些观念 真的不容易 马上知道 马上改变 你一定要真正的确实事实 才会观念 才会改变 所以就像我刚刚最先告诉你们的 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 那生孩子了 那我的岳父母 才会真正相信说 啊 我害怕是 煩了 你不能不接受 所以我去韩国读书一年 我去英国加拿大去读书 很多都是岳父母 帮我出机票 本来反对 本来反对我 但是属性 诶 是真实的 我怕谁 我不错 当然不好意思 我不能讲说我不错 我很多不完全 但是我被他顶人 看到我 哇 你不好意思 不不好意思 因为 你本身就是我的岳父母 我就是你怕谁 我不怕 这是属性 所以接受这个观念 今天是同样 本来对中国有意爱 有殷暴 大家都渴望 特别高杀主说 怎么可以 把我们的母亲 打倒呢 哦 高杀主 把这个 中华人国 弄罪 他们的母亲 怎么可以 打倒我们的母亲呢 哇 不对啊 这个样的事实 不是啊 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的报纸 会负面 就是 特别我们要执政以前 秘书长讲的一清二楚 会更多的负面 然后会扯后腿 甚至也分化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 所以立马爱修心 听的 听的 是不是真正的 那我们就看看 那我们就看看 因为时间关系很快 哦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童心 你会动一动 电脑吗 去看看 好 还没有动 我底下的文章 以前呢 其实 那么多的 在我们会觉得说 不可能 因为没看到 我们还没看到 那些清凑以前 很多 都不容易相信 但是 三件事情 你们弄清楚 第一个 我们的 台湾 政府 台湾民政府 的行政 那当然我们那边 写是台湾 美军政府 框架下 架构下 的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框架下的 以后 成为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 所以 现在 你们大部分 都有办 吗 还没办 给他手 看看 好 赶快申请 好 那 那 外边呢 中华民国 你知道中华民国 後面 后面 背面 右上角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边有号码 只要有三个零 就是代表中国 所以它已经 给我们分化了 那中华民国 本来是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就是中国 你看 中国很会 中国很会 玩文字游戏啊 我跟我的太太 文化有一些 有一点冲突啊 背对跟我的狗山众 每次说 架鸡随鸡 架狗随狗 蛤 我曾经有听过 但是我没有去注意 那么专心 但是我长大 我就专注了 结婚以后 我就专注了 蛤 架鸡随鸡 我又不是鸡 你架狗 我是狗吗 你希拉 这是形容词而已 我说 不我 我自己的乱分析 因为中国的观念 没有人把他当做人 不把人当做人看待 就像马银九 对我们原住民高沙族 我把你当做什么 把你当做人看待 这几乎都是动物嘛 你看 这些动物都会跑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对不对 对啊 三猪啦 三娘 三枪啊 你看三枪被 我们几个青年去打三枪的时候 被警察抓到 哦你打三枪 没有我打一枪而已 不是啦 三枪 对啊 我打一枪 你打三枪啊 原来是三枪 不是一二三的 狗耍中也是 臭鼻 那今天的三猪也是很聪明啊 以前很容易掉 我们去 我爸爸还有几个叔叔 要去放陷阱 不容易掉了 好像现在的三猪 变成有高中屋 还有大学毕业的人 很会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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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也会用他的那个 爪 他们把那个陷阱陷掉 他才走 因为已经变成大学毕业 所以 从这样的 身份证来看 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中国 秘书长讲的一清二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简称什么 中国 你知道那个夏英州 那个军人将军出来的 共军国军都是一家亲 都是一个一样的中国军 都是中国军 难怪有两个将军 将军村在中国 中华民国退幕的将军 现在已经到中国在那里 将军村的将军村 两个地方 你看他们就在那边 一直继续生活得好好的 结果我们还是 台湾人民还是要养他 这样还要养他 没有合理吗 没有合理 这些要改啊 你看 我们抗议 抗议抗议减多次 台湾人民抗议 都是一样啊 所以 所以 空气都 都不好 所以我们就看看 这样的状况 终于要改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 拗议 拗议减多次 这其实不掉了 拗议减多次 拗议减多次 原来没有开 好 给你打拗议 好 拗议减多次 这就是不掉了 不掉方向 所以我们看看 在这个中国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是很清楚 只有一个中国 那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他们最近到中国 朱立伦他们不是去中国 就是要九二共识 他在这边讲说 一中各表 都是在玩文字游戏 所以到最后 我的太太说 好了好了不要跟你辩论了 这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观念 都会玩文字游戏的 好 那美国也否认中华民国代表 他就要代表中国 你看 他从开始 蒋介石开始一直到时都是穿捐服 他就要代表 他是一个最高的领袖 你看在1941年12月8号 12月7号是日本起洗 本来说他们偷洗珍珠港 秘书长用起洗 不是偷偷的 是很奇特的 这个很多都是台湾 很多高沙 很多高沙 艺勇军也参与这个 感死队 然后就打败了那么多的军舰 那这些他自己 流亡政权这个蒋介石 他自己会宣布 那宣布说要向日本宣战 你看看 当时是李中仁是总统嘛 那他是最高委员长 他是现在等于现在的行政院院长 一个代表领袖 要向别的国家宣战的时候 是不是行政院长 是不是行政院长做代表宣战 是不是 不是 是异国的领袖 应该是李中仁代表宣战 但是他自行宣战 所以他自己在那边做了 整个的事情 连在开罗宣言 那个memo 那个是异象书 然后是记事本 然后三个国家的领袖 来讨论说将来台湾 来归还给中华民国 那是蒋介石他自己 异象自己的心理想说 也好台湾就是我的 所以他本身就已经有企图了 所以为什么把台湾人民的真正的日本户籍 1945年9月2号之前 我们祖先或是阿公阿嬷 或是有七八十岁的爸爸妈妈 都是又有日本户籍 所以我们都是日本户籍的后代 所以所有权都在日本天荒里面 那这些他们有一个共事 其实要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 但是你不能有侵入第三个国家 结果那时候韩战爆发 毛泽东进入到韩国 然后进入到韩国就变成南北韩 所以刚好这个韩战爆发的时候 那美国就有权力 不能用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 因为你已经 中国人已经侵入了韩国这个国家 所以这样的原因 所以开落宣言就无效 而且没有人签名 开落宣言 而且这个宣言不是treaty 不是条约 条约是国与国之间所讨论的 所订定的条约 才是有效 像那个意象 企图书 或者是你自己的记录部 那只不过是大家的共识 将来太平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和平以后 才可以订定和平条约 让台湾在那时候怎么去处置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共识 但是因为你已经侵入了第三个国家 所以这些都无效 而且也没有签名 那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清楚 本来说要经过和平协议 要经过联合国研议后 才订定台湾的地位 那我们刚刚也讲说 蒋介石没有用平民政府来成立 他用行政长官公署 那也没有成立军事政府 他是用台湾警备总司令 而且本来是太平洋战区 但是蒋介石把它改为中国战区 他就是有一模把台湾属于中国内战的 所以他这些的台湾历史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面 就是这样的违背事实 而且你看蒋介石派员 派员陈宇将军 然后就来到台北 在投降 日本投降8月15号的时候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战败投降 那他们也在今天的中山堂 接受投降 接受日本投降 是美国战将迈克阿瑟 一般命令一号 只是说你是代表盟军 四个盟国 四个盟军代表接受 而不是你代表了 成为台湾是你的土地 不是 结果我们不知道事实 以为是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今天这一般台湾能去说 有啊 我们有总统啊 麻什么酒啊 也是我们的总统啊 然后我们有 我们有土地 我们有政府啊 我们有军队啊 你们这个国家的形成事项都有了 所以这样欺骗我们台湾人 所以一般台湾就对了 哦 我们的国家就是台湾 不是中华民是台湾啦 问题是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真正让台湾主权的一位 形成主权的台湾是谁 日本天皇 在1945年4月1号 招告书 他的招书里面写的一清二楚 台湾可以参政权 参战权 因为台湾人民就是我天皇的臣民 所以真正把原来从1905年到1915年 十年当中日本跟高沙主在那边做野战 在那边对抵 哇 所以日本人最怕高沙主 哇 这个高沙主怎么那么厉害啊 因为打赤脚啊 没有声音耶 晚上日本人去尿尿的他担心一个人 因为头马上掉下来 被高沙主 马上 前年我去日本 然后听到日本将军 他做个见证 他掉眼泪 若不是高沙一用军救我们 我今天命都没有了 反而高沙一用军牺牲了 所以他马上当场掉眼泪 那时候我穿高沙主的衣服 他一直抱我们 他就说感谢 感谢你们高沙主 我说你真的是有福 也是因为我们有福参与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所以有一次 本来都是日本军服都是穿那个长靴嘛 对不对 这样去跑的 结果高沙一用军说 包括班长 我们不方便了 我们能不能拿掉 我们打赤脚就好了 这个班长说不行 这是军人是一贯作业了 都要穿军服都要穿长靴 结果还好高沙一用军的代表说 给我们试试看 我们只要脱掉 然后看看我们能够拿几个人头来 去看看 结果这个班长就告诉上面的长官说 不要穿长靴 他们要打赤脚 打赤脚 对哦 在山上从来没有鞋子 要打赤脚 好啊 去看看 给他们试试看 结果高沙主一用军 把长靴脱掉 没有几分钟高沙主不见了 日本军还有台湾人军还在那边 嘿咻嘿咻 他就在那边 结果看不到高沙主一用军 已经跑到前面前几个几座山了 半天回来 带美国的人头回来 巴高班长 这就是我们的礼物 哇 他们不但佩服高沙一用军 而且他们爬山登山的时候 不但高沙一用军 自己背自己的背包 还帮助台湾人 日本人 日本军的包包 这样背着上去 当然现在 我们没有力量了 现在 我们不如过气的 因为我们没有受训练了嘛 不过我要紧 像这样的状况 都是 因为 中华民国这样 违背了事实 灭造了整个我们台湾的真相 你看当时公教人员 有那么多的神 在台湾 录取548 台湾人只录取 几个人 八 就是 保障 中国军 保障 保障 他们中国人在台湾 所以 将军几乎都是中国人嘛 任何校长 最大的学校 或者是 整个 军官 军阶 或者是 整个 学校 或是 大公司 钢铁 这些 董座董事长 整个负责人都是中国人 所以今天不要怕 虽然很多中国人 已经投资到台湾 但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执政以后 重新调查 哪一个公司超过 股东多少 然后不能超过一半以上 这些 由中国人来做 懂做 负责人的话 全部都重新调查 重新 换掉 因为 多了 会欺负台湾人 他们 可以来投资 但是 一定要有 我们自己有限量 那好吗 好 所以以后 当长官的时候 你也要休息吗 你也要准备 你也要注意 这些 我们进入到 有这样的职称职位的时候 我们常常去注意到 因为 过去中华民国这个 七十年的观念 有时候还会 流到现在 要马上全部改 不够不容易了 就像有个议员 我们在讨论这个 我们台湾基本法 还有一些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 章程条例 很多的议员条例的时候 有一个平地的议员 我们民政府的 原住民高沙族啊 哇 中华民国给他们七十多亿啊 我 对他 对高沙族很好耶 这样 就有一个高沙族的议员 马上反驳 议员 你的观念要改变 你的观念还是中华民国的观念 哇 两个针锋相对 不过是因为 没有办法马上改变嘛 那其实那个七十多亿 是真正用到高沙族的本身吗 是全部用到高沙族的利益 社会 社会吗 社会福利吗 没有啊 大部分都是没有的 的确是观光相控 是因为建设更多 工程更多 撈的更多 而且他们不是有一趴三趴自己放在口袋吗 这是中华民国的名正言顺 但是我们执政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都没有了 不必啊 因为我们薪水高啊 还要什么贪呢 所以这些都可以知道说状况 这是应该的事情 那刚刚所谈的这个选举都一样的 连推荐人员都是一个人在推荐 所以老马推荐或者是谁推荐什么长什么长 他有什么官司 很多人不相信是不是会打倒这个老马 那你看大巨蛋的问题不是吗 你看山谷也是 哇 看那个 这样 动算 这样好不好 好啊 高兴的 很感动耶 那时候在选举造势的时候 真的是感动的 大家都高兴的 但是这些 我们看 从以前的选举 中华民国就是 你看 李登辉也是这样的 早市 因为国民党没有话讲 以前1922年 在 他们要继续选 中华民国选总统的时候 因为要法定人数586个人 怕不够 所以就开始会选 各议员 五千块的会选 所以 从以前中华民国就已经学会了这个 会选 到今天 港款 民进党 台联党 港款 都是一样体制下 都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 中华民国的台联党 因为他们还是活在中华民国体制下 不像我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就是 让中华民国解释 让他很勇的回到金门马祖 平潭岛 那我们有 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就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是 住在台湾的 有不同的人员在那边 中国人外国人 什么人多好 那个都是住在台湾的 所有的台湾人 那叫做 the people of 台湾 那是台湾关系法的注释 台湾关系法等于是美国的国内宪法 但是这些也会阻碍了我们的进度 所以今天我们秘书长再一次 第二次控告美国 就是要删除台湾关系法 进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 那真正的台湾的地位 就是活在旧金山和平条约 虽然在第二条里面 日本放弃了台湾 台湾澎湖 还有周边的列岛 那是台湾 那是日本政府 那个是日本天皇委托人民所组织的政府 日本是二元制的 日本天皇 所以在2009年9月12月15号的时候 习近平还当副总理的时候 他去见透过美国去见日本天皇 我们中国有钱了 五钱了 中国五钱了 我们想要买台湾 这个日本天皇怎么说 没有 我们的传统是 我们不会卖东西给任何人 所以习近平很清楚 台湾不是中国的 是日本天皇的 这样清楚吗 这样清楚吗 所以就知道说 原来台湾是安全 因为美国日本 我们的安全 真的不是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是流亡 这不是管理我们的台湾哪里 只不过管理的一套糊涂 摊的摊 你看整个最近的那些弊案 美河案了 大巨蛋了 双子新了 文创了 还有什么 老马他们在曾经谈论过 这个权利金零 没有关系 做生意 权利金没有啊 只有中华民国才找到 往来这个权利金零 雖然零 但是这些巨蛋 和商务饭店旅馆的共购 一起共购起来 我原来不知道呢 原来共购的危险性 911911美国恐怖分子飞机 撞到双子新的时候 我本来没想到 一极怪呢 那么坚固的双子新大楼 没有多久 两架飞机这样 撞 撞的时候 双子新这个大楼 全部都下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 有想过吗 对 两千五百到两千八百度 那么热的时候 钢架一定会融化 所以骨架建构融化的时候 当然就 都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科匹他发现 这个共购 然后这个融机 然后原来是这样的范围 然后全部都是 变成商圈的 不是纯粹是为巨蛋嘛 而且这个共购危险性啊 这个火烧了 或是那边隔壁的火烧 假如说巨蛋火烧 把这个火烧巨蛋的人 在里面的人跑掉吗 会不会只有巨蛋的人跑掉 隔壁的有的跑不掉 隔壁的住隔壁的那些人 也一定会跑掉 对吗 哪里说 隔壁的在火烧的时候 你在那看狗啊 好像在看猴子游戏一样 一定也跑啊 他担心会燃烧到自己的地方 所以这个都是 才知道说 原来更够的危险性 那当然做得好 那是另当 那所以从以前就这样会选 美国他也吓一跳 有门槛啊 一票能够得到三十块 然后政党五十块 哇 全世界好像台湾了 这是奇特的 这些本来都判有罪 但是在中华民国的法律 司法院里面 很多都是无罪 又改判无罪 我本来不知道呢 一个法官可以打几年 然后两个法官也可以改做 全部可以改变 都是看人啊 美国和日本是陪审团 你当一个主 主考官或是监察官的时候 你就主持 你就宣布陪审团 所决定的有没有罪 你没有什么很大的意见 你就听命陪审团决定 这就是真正民主 但是中华民国 一个法官可以判无期徒刑 然后另外法官说 不是哦 有时候减刑了五年 十年三年 心智没罪 这些都是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啦 所以可以看见 那么多的都是 他们自己的中国国民党里面 老公呢 那老公呢 老公的话 一生 假如说用最高八十岁来算的话 那这领多少 两百四十三万 两百四十三万 左右 但是 今后一晚呢 才五十五岁 你看 劳工的八十岁 他们五十五岁 五十三岁 就 假如说 二十五年 二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两千几万 会得到 这个是五十几岁呢 老公八十岁呢 勞工八十岁呢 那可怜台湾人 有继续可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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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台湾被谁 好 这个也是一样的 会选有的贪污啦 又判无罪的 在清净农场 在南投 塞德克巴来的故乡 一百三十五的山庄 然后有登记的一百十岁 那真正的厚化的 只有四野 只有四家而已 今天是清净农场 厚白厚厚面的那些 荷边啊 桂枝啊 溪水啊 已经进入到 塞德克族群的部落 超到明明某某 全部都因为垃圾都放在那边 真的连部落都闻到 从山庄下来的这些臭气充填 这个都是环保的问题 所以你有环保的知识 或是专业的 你过五关以后 你做专训 你就选择环保 看你自己的领域 那就更注意 所以不一定你到山顶 我们高山族当公教人员 还是当那边的工作人员的时候 或是 这边有专业的 要請你帮忙 整个都要帮助 部落的改进 改善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就像 背堆平地人 那边 登山爬山的时候 也是有买路 那谁去救他们 掉到仙海峭壁 尸体谁去背 大部分都是高山族 我在司马库斯 在那边 教会差不多 帮助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五年当中有两次灾难 就是掉下去的 就有一个尸体掉到那边 那个 救难人员 做自身经 在那边 在空中巡回 但是这个高山族 马上一进去 下到河边 再上来爬山 把尸体包起来 背起来 然后背到上面 嘿 那个精神真的很佩服 所以 万国山族到渡市 有买路的地方 假如我们高山族 青年到平地 或是在你们的公司 迷路的时候 这样邀请你们 到帮忙 这样好吗 好 帮助他们 参与民民政府 那就像 我们互相 到帮忙 那时间的关系 多谢 大家 继续辛苦 让我们 这样 担着 打拼 这样好吗 好 好 上台祝你 谢谢